在我们人类世界存在着拐卖儿童的现象 在自然界有一些物种也干着同样的事情 蚂蚁就是其中一种 有一种很特殊的蚂蚁 它们不是生产不去寻找食物 它们会定期闯入其他蚂蚁的巢穴 拐走它们的蛹 而后带到自己的巢穴中孵化 等小蚂蚁孵化后当奴隶使唤 而长大后的蚂蚁也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任劳任怨直到死去 在北美帝加利福利亚州丛林中 生活着一种红蚂蚁 与其他蚂蚁不同的是 它们从不自己找食物 以抢劫为生 因为这种红色的蚂蚁 根本无法独立养活自己 在白天 它们会躲在地下 当日落西山之时 红蚂蚁就会派出侦察兵爬出地下巢穴 它们的目标就是其他种类的蚂蚁 在这森林中 还生活着一种黑色的蚂蚁 面对这群难缠的红蚁 黑蚁不敢懈怠 所以每天下午 这群黑蚁就会在巢穴入口蹲守 防止红蚁的入侵 不过再好的防御也会百密遗书 它们的巢穴被红蚁的侦察兵发现 红蚁迅速返回自己的巢穴 开始调集大部队前去截掠 凭着侦察以沿途留下的气味做导航 红蚁大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对黑蚁巢穴发起了突袭 黑蚁寡步敌众 防线很快被攻破 红蚁涌入黑蚁巢穴内部 寻找着它们此次行动的目标 黑蚁的勇 这些勇正是黑蚁正在发育的幼虫 蚂蚁的势力其实很差 辨别敌我完全靠气味 这些被劫掠的黑蚁幼虫被带到了它们敌人的巢穴中 当它们长大后 黑色的身体在巢穴中会格外显眼 很容易被巢穴中的其他红蚁攻击 这一点 红蚁也想到了 为了让这些被拐带的幼蚁 能够快速融入蚁群 这些红蚁就会将自己的气味涂在黑色幼蚁的身上 这样一来 随着黑蚁长大 他也会认为自己就是这个蚁群的一员 这些被奴役的黑蚁 就开始为这个红蚁群工作 视频开头说过 这种红蚁完全不是生产 蚁朝的日常运作都需要黑蚁来执行 一个蚁群的维持 最重要的就是食物 寻找食物的工作 就自然落到了黑蚁身上 黑蚁的鳄牙成巨齿状 非常适合切割食物 而红蚁的鳄牙 除了用来抓蚂蚁幼崽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用途 它甚至不能咀嚼食物 所以 黑蚁就会将半消化的液态食物吐出来 围给红蚁吃 红蚁俨然过起了地主的生活 只需要一个信号 黑蚁就会心领神会地跑过来 给红蚁喂食 为了维持生活品质 他们每天都会外出 劫掠其他的蚁朝 从而扩大蚁群的奴隶队伍 可怜的黑蚁 也许到死都不会明白 自己被拐待的身世 本期视频就到这 欢迎评论区留言